大奥特曼居然来给小奥特曼当保镖 小迪加选的保镖是贝利亚 没想到小戴拿选的保镖竟然是托雷基亚 可恶的托雷基亚还整骨了小戴拿 竟然还把他变成了一只猪 这究竟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上一次我们去看了小迪加和贝利亚 还有塞罗和小塞罗一起生活的日子 小伙伴们觉得有奥特曼当保镖的日子怎么样 是不是很好玩呢 如果是你 你想要哪个奥特曼当你的保镖呢 赶紧在评论区扣出来 小伙子快起床快起床 打奥特曼是不能这么懒的 要像我一样自律 每天要加强锻炼自己 才有能力保护地球的小伙伴 保护光之国 我的天啊 攻击都还没打拼泰塔斯 就来叫小埃克斯起床锻炼了 这哪里是当保镖的啊 这明明就是一个健身教练啊 果然不会是光之国的肌肉猛的 泰塔斯一点也不客气 一大早就让小埃克斯先来个热身运动 你一定想不到 他的热身运动竟是8000个俯卧场 这也太强了 小埃克斯就快坚持不住了 小伙伴们赶紧给他发送 小猩猩能量给他加油吧 感谢小伙伴们的小猩猩能量 小埃克斯充满了能量 迅速完成了这8000个俯卧场 哎呀我去 差点小命不保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有啦 我真的是太聪明了 想到这个妙招 这个泰塔斯精力太旺盛了 我必须得找点事给他干 消耗一下他的体力 这么勤快的泰塔斯 你们愿意给他发送三朵鲜花吗 嘿 泰塔斯叔叔赶紧起来 千万别倒下呀 光之国谁最强啊 要我说 那必须是泰塔斯奥特曼呀 我们还得去帮 隔壁家老王砍木头呢 我 我可以的 小意思 紧接着 小埃克斯又带着他 来到了伐木场去砍木头 这一砍就砍了一整天 下不了台的泰塔斯一天没吃饭 也没喝一口水 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忙 他可是要做光之国 最有力气的奥特曼 可不能让小朋友发送狗头羞辱他 就这样 泰塔斯一刀接着一刀 不休不止地砍着木头 都不再说一个类子 我想这一遍操作下来 明天他肯定起不了床 叫小埃克斯做国生了 正在偷笑的小埃克斯 还在一旁唱歌为泰塔斯加油打气 接着我们再看看 小戴拿和托雷基亚的保镖生活 小戴拿 今天我就来教你一招魔法变变变 当年我就是靠这招 变成其他奥特曼 进去光之国捣乱的 但是我现在只想做一个正义的奥特曼了 因为有很多小朋友都给我发送 小兮兴能量支持我 我实在是太感动了以后 我再也不做坏事了 你们愿意相信我吗 只见托雷基亚念了一句变身咒语 妈里妈里哄 妈里妈里哄 他就变成了戴拿奥特曼 小戴拿发出了羡慕的眼光 可万万没想到 这个托雷基亚不怀好意 心里又在打起了鬼主意 想着玩弄一下小戴拿 并不是真心想教他变身术 来你现在嘴里跟我念吗 离妈里哄我就帮助你变成你的奥像 有两下子嘛 好你个托雷基亚 居然还会这些变身术 那我要变成赛罗奥特曼 妈里妈里哄 开始吧 托雷基亚 你这家伙到底想干嘛 你怎么把我变成一只野猪了 快点把我变回来 你居然敢骗我 再不把我变回来 我就去奥特之王那里投诉你这个保镖 这个托雷基亚也太不讲武德了 他把小戴拿遍成了一头野猪 还好意思在那里哈哈大笑 大家快点发五个狗头批评一下他吧 生气的小戴拿是再忍不住了 化碑奋为力量向托雷基亚撞出去 这真的太棒了 把托雷基亚撞倒在地下嗷嗷打架 小戴拿 我今天要做你的好朋友 再也不把你变成那个猪了 听说你特别爱吃鸡蛋 这里有只母鸡是我特意送给你的 只要你对它唱出你最喜欢唱的歌曲给它听 它一高兴就会下个鸡蛋给你吃 赶紧试试吧 这个托雷基亚太会拿捏了 听到有鸡蛋吃 小戴拿是再安捺不住了 怎么能拒绝得了鸡蛋的诱惑呢 下面请欣赏小戴拿唱的奇迹在线 爱吃鸡蛋的小朋友 也跟着小戴拿学习这首好听的歌曲吧 喜欢听的记得收藏起来慢慢听 就像混混记你还没 两年半代没过小队 吹斗声音像自己摇摆 你们平时想进监狱 我们爱不成都不必 不是读病 是消失浪漫 心都平时已经出现 分不平时 无论无论无法 人被爱护 从中结束 你都让他爱你 因此给你放弃 心都不禁止来出现 把眼睛去 全是如鱼 不如去 也不可去 心里世界下着昏昏 密伤心人都输中分 目红钥匙 哪个点牺牲 东盘莫念 带脑紧闻 重重战 那才是乎 世界旷逛 半分不远航 我的妈啊 真的太神奇了 这个母鸡居然真的生出了一个大鸡蛋 高兴的小蛋 拿赶紧抱着鸡蛋往家里跑 奇怪 这个拖雷鸡啊 竟然又在哈哈大笑 难道 这又是他的阴谋诡计吗 糟糕了 这颗蛋怎么慢慢地长到了小袋拿的头上去了 他还浑然不知 这下该怎么办 小袋拿起床了 太阳都晒屁股了 我给你做了好吃的早餐 快起来吃吧 哈哈 这个小袋拿真是太搞笑了 被我争骨还在呼呼大睡 一会让你呼笑不得哈哈 哎呀 我的头怎么这么重啊 拖雷鸡啊 我的鸡蛋呢 是不是你拿走了 哈哈 我没有拿你的鸡蛋 你的鸡蛋在头上呢 小袋拿这下慌了 赶紧摸了摸头 我说我的头怎么突然变重了 原来又是你这个臭保镖在整骨我 快点帮我把鸡蛋拿下来 不然我就生气了 小袋拿真不是我干的 是鸡蛋自己太喜欢你了 哈哈 不过想要解开 这个鸡蛋很简单 只要你唱一首 哇呀哇呀哇 大鸡蛋就会慢慢地消失了 哈哈哈哈 没办法 小袋拿只能照做 在大大的宇宙里面抓呀抓呀抓 抓黑黑的贝利亚 关起来教训他 在黑黑的地下王国抓呀抓呀抓 抓可恶的大怪兽来做成小麻花 在小小的地球上面 哇呀哇呀哇 哇哇哒哒的一个坑买上贝利亚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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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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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我吧 别怪我没给你没给怪你机会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拖雷基亚也太坏了吧 我们还是来看看正能量的西卡丽保镖的情况吧 他给小银河送了一辆超级跑车 还带小银河去兜风 真是太爽了吧 小朋友你们想要西卡丽给你当保镖吗 喜欢的扣一不喜欢扣二 这跑车开起来真是太拉风了 接下来西卡丽还教小银河一个很厉害的奥特曼治愈术 这个治愈术只要是个灰化的奥特曼 三秒就能轻松地搞定 有人说西卡丽是光之国最强大脑 果然名不虚传啊 发明的东西如此强大 小银河学完奥特曼治愈术 跟着西卡丽又教他如何发射最强斯特里姆光线 他们还复制了两个怪兽来当把手 西卡丽示范了一遍 小银河很快就跟着学了起来 真是太棒 小奥特曼的保镖中 你最喜欢哪个保镖呢 如果你还想看其他奥特曼当保镖 记得在评论区发送奥特曼的名字告诉我哦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期见